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人爽快地答應了 那位學子於是輕裝去辦理各種入學手續 一個多小時後回來 老人都是盡職地完成著自己的使命 年輕學子借過老人 兩人各自離去 幾天後北大開學典禮 這位年輕學子驚訝地發現 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長 桂善林先生 正是那天幫自己看著行李的老人家 好像國學大師桂善林 那麼積極謙信的人 才是人類中最高上 最可欽配的人 謙信的人 因為看得透所以不躁 因為想得遠所以不妄 因為站得高所以不傲 因為行得正所以不懼 這樣的人 才稱得上是真正的謙信之人 一個人只有做到謙信 既不妄自匪博 亦都不妄自尊大 不斷進取才會贏得別人的尊重 成功才會迎面而來 相傳中國著名詩人白居易 每當做好了一首詩 總是先唸給牧童或老婦人聽 然後再反覆修改 直到他們聽得拍手清好 才算是定稿 好像白居易這位著名的詩人 並不因為牧童和村府的無知 而輕視他們 因為他懂得真正的文學作品 必須得到人民的承認 所以他虛心求教於人民 這樣才令到他的詩通俗易懂 在民間廣為流傳 為後人所稱重 相對而言 驕傲不僅令人落後 還會招致不良效果 五代的時候 進王李克用帶著對 糧、煙、舌丹的遺恨而死 臨終前 李克用留給兒子李全玉三支箭 祝福他報仇 李全玉不忘父親的為之 出征的時候 將三支箭裝入錦囊 海船之後 就祭祀在祖廟 以此激勵自己發奮圖強 在這麼強大的推動力之下 李全玉攻城落地 滅煙破糧 又敗蝕丹 無枉不勝 異氣之盛 可惟壯災 但是當後來天下已定 大功告成的時候 李全玉就變得驕傲自滿起來 縱情聲色 縱日與美女在一起 致使上下離心 國運日衰 三五年之後 就禍端署起 自己也被亂箭射死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即使是取得一些喜人的成功 也不可以過於驕傲 一旦驕傲 如果不收拾 將會禍端署起 不利於己 有道言 謙受益 滿招損 謙信 令人取得成功 贏得別人的清重 而驕傲 就令人不思進取 招致不良的效果 可不可以做到謙信 是衡量一個人思想品德 是不是高尚的方法之一 讓我們養成謙信的美德 做一個高尚的人 稍加觀察 你就會發現飽滿的道座 總是低著頭看著大地母親 他們不驕傲、不亡本 或許我們不可以成為 像貴善林那樣 滿福經論的大學士 但我們可以選擇 成為一個像貴善林那樣 那麼謙信低調的人 或許努力成為一束飽滿的道座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 謙信並不等於謙卑 也不等於虛偽 在榮譽面前 謙信是一種美德 為了贏得謙信的明星而謙信 就是虛偽 為了討好他人而謙信 就是謙卑 我們不需要謙卑的謙信 也不需要虛偽的謙信 只需要真實的謙信 為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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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